有一架A330的客机23号晚间 在菲律宾的速物机场降落的时候 因故冲出跑道 好 根据了解 飞机曾经两度试图降落 目前呢 相关人员状况还是不太清楚的 好 大韩航空已经证实这个消息 目前也在全力的调查当中 当下有不少民众说 发生了巨响之后 传出了很多的尖叫声音 还要来关心的是 根据了俄罗斯通讯社的报道指出 在俄罗斯有一架苏30的战机 23号晚间坠毁在 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市的住宅区 机上有两名飞行员丧命 导致民宅起火 好 不过呢 俄罗斯的紧急情况不说了 火势已经被控制 除了两名飞行员之外 没有任何居民丧生 俄罗斯的国防部肖伊古呢 跟英国的国防部长华勒斯通话 肖伊古向英方表示 俄国担心基辅当局 可能准备在乌克兰使用脏弹 而肖伊古同时向法国 还有土耳其的防长表示了 相同的看法 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 则强烈驳斥俄方的这项说法 他指出呢 只有俄罗斯会考虑使用核子武器 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大事会发生 因此他也说 全世界应该要有所准备 好 所谓的脏弹呢 是使用带有放射性物质的 传统炸药 目前俄国没有公布任何证据 来支持对乌克兰的这项指控 好 中共的二十届一中全会 在昨天您刚刚看到 已经选出了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之后 包含了总统辅行政院 跟民进党的部分 都是蛮谨慎以对的 仅由陆委会发言表示 依照往例对于中共的人事变化 他们向来是不评论 但是会密切关注 不过前总统马英九 有在昨天受访的时候提到 中共这回修改党章 将反台独写入 只是程序不必大惊小怪 但是此举反映出来的是 两岸关系正在恶化 因为民进党提出的抗中保台 让两岸关系更差 它执政时提出和解政策 让两岸能真正和平 国民两党 如果两岸政策一笔的话 国人的感受应该是很清楚的 好 开启第三任期的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在昨天率领新一届的 中共政治局的常委亮相 其约六名常委 依序委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和李希 都是习近平的亲信 如果排序呢 可以出判未来中共高层的布局 现任的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渴望破格成为下一届的国务院总理 中共第二十届第一次全体会议 正式宣告习近平打破江泽民 胡锦涛的十年任期限制 展开他史无前例的第三个总书记任期 选举我替你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率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首度亮相 69岁的习近平续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67岁的王沪宁 以及65岁的赵乐际也留任常委 新一届出现的四张新面孔 分别是李强 蔡奇 丁薛祥和李希 他们是中共未来五年的最高领导层 值得关注的是担任上海书记的李强 今年三月因上海封城被批评 不过似乎不影响仕途 而且依照惯例公开亮相出场顺序有玄机 李强就在习近平之后 推断他很有可能担任下一任大陆国务院总理 网友称李强克掉了原总理李克强 闭幕会上甚至被拍到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中途离席时 李强仍然在跟旁边官员讲话 谈笑自若 引发讨论 不过最终职位结果需要等到明年三月的全国两会才会揭晓 从这次的常委名单 专家分析全部都是习家军 代表未来习近平权力将更加稳固 而且他也没有培养下一任接班人的迹象 媒体预估五年后习近平很有可能再做第四任期 这次的人士大换血和续流宣告破除七上八下 也就是67岁续任 68岁退任的惯例 取而代之的是能流能转能上能下的规定 不管年龄看的是政治能力被外界解读为对习近平的政治忠诚 记者李清 陈正茂 北京采访报道 大陆在今年积极推进天宫太空站的建设进度 目前天河舱还有问天舱已经在9月底成功完成了L型转位 大陆的载人航天办公室也最新公布 孟天舱将会在近日完成推进季加注 根据陆媒报道指出 孟天舱目前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 并且将在10月底发射跟航星舱交汇对接 搭载孟天实验舱的长征5号B运载火箭 开展舱舰联合总检查 目前EL字构型载轨飞行的天河舱和问天舱组合体 将在10月底完成最终转位 行程天宫梯子布局 在地面空间站梯子型构型的最后一个舱段 孟天实验舱现在已经完成了推进机加注 用于发射的长征5号B运载火箭 各项准备工作目前正常 孟天实验舱主要聚焦为重力科学研究 为迎接孟天实验舱的到访 神舟14飞行程组 陈东 刘阳和蔡世哲三人也提前做好准备 对空间站组合体进行精心维护和照料 目前程组已载轨驻流超过4个月 对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充满期盼 从单舱的空间实验室到现在三舱两船的空间站 有了更先进的飞行技术更广阔的飞行平台 真心的为我们每一项从无到有的突破感到骄傲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表示 在今年底还将发射天舟5号货运太空船和神舟15号载人太空船 实现6名太空人同时载轨飞行 未来还将进行载人月球探测建设月球科考基地等航天重大工程 那现在虽然已经回到了地面的家 但是能够再次飞上太空仍然是我最大的梦想 随时准备为祖国出征太空再立新功 王亚平表示去年的今天他正在对接通道 而站在党代表的通道上他感到无比光荣 习近平在20大中强调推进航天强国的目标任务 从探院逐日再到空舰站转位 一步一早印稳扎稳打创造历史性的航天成就 记者陈也先报道 英国首相特拉斯在宣布辞职之后 传出前首相强森有意要回国 好不过强森23号主动宣布要退出 他发布声明表示 尽管他很有可能赢得党魁的选举 回国担任首相 但是他认为这不是正确的做法 因此宣布不竞选保守党的党魁 由于竞选的门槛是必须获得 同党议员100位的支持 强森虽然有意参选 但是表明支持他的议员数 却远远落后另外一位的竞争对手 也就是前财长苏纳克 强森在退出之后呢 目前只有苏纳克获得百位以上议员的公开力挺 如果没有其他人达到门槛的话 那么苏纳克很有可能 就会成为英国的下一任首相 他是澎湖浮蓬喜莱登酒店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宝气都没有问题哦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